廖老师刚才川剧唱得也好 刚才我们说一上台气质也好 最重要的是提到您的母亲 我觉得今天您提到母亲 都有那种自豪感 那在当年您刚刚开始学系 刚开始演戏的时候 是不是每每提到您是廖靖秋的女儿 都会觉得特别的骄傲 我自己不觉得 因为妈妈走的时候很小 但是一旦到我到上海电视场 这个视镜头的时候 一般上一场的老艺术家 都知道 导演 编剧 场领导 都知道我妈 然后无心中 就是不知不觉地 沾我妈的光 这孩子多可怜呢 还挺好的 挺有潜力 挺有表演天分的 就她了就定了吧 我觉得我在那个时代 还是算傻人有傻福的 但是这个廖老师 好像您这一说 当时觉得挺顺的 但好像我听说 您早年拍戏 还受过一次特别严重的伤 这个伤呢 是因为烟火的事故呢 把我这个手事故 烧了个三度烧伤 半夜三更拉进 那个301的这个烧生科医院 这个记忆最深的几点 第一点 不许我叫 半夜不许我叫 然后就来了 为什么不让您叫呢 大家都睡觉了 来了那个玻璃瓶 半玻璃瓶的酒精 把手放进去 不许叫啊 那时候您躲 那疼不让叫呀 不让叫 我就把手放进去 然后再朝朝裹 三分滚滚滚 听着就够疼的了 我的手包这么大 拳击手套一样的 然后脸都成了青色 灰色的 没有血嘛 流到太多血了 然后我确确实实 这句话很拼 您倒把我拉回摄影棚 接着拍戏吧 就做了20天医院 然后出去肯定是 形象都有改变 就是一看着人都是 伤圆气了的感觉 那肯定的呀 我觉得今天说起来啊 可能是风轻云淡 甚至让我们的年轻人都觉得 可能也不太疼 但是其实当年 首先是刻骨的痛苦 但其实更深层次 是一个演员的敬业 一个演员为了职业的 拼搏和付出 我觉得真应该把掌声 送给我们的廖老师 谢谢大家 您是一位非常敬念的演员 后来也有出演过很多角色 然后也看到过 您和很多的演员合作过 有很多人的妈妈 您觉得会给这些年轻人 带来一些压力吗 您跟他们合作 是他们给我压力 还是我给他们带来压力 也许互相都有吧 我是没有压力 因为我这个人的心思比较简单 我见哪个味 我都没觉得它是味 然后就是真实地表达自己就行了 合作多了 什么陈道明 宝国 王刚 多了 太多味了 包括黄晓明 演过他妈妈 还有很多很多都演过 好像这味的妈都演了 您现在演了这么多 年轻演员的妈妈 您觉得跟他们合作 哪个演员您觉得 还比较愉快 比较有意思 每个演员都有 每个演员的魅力 但是走得比较近 聊得比较深的 可能跟邓超聊得比较多 邓超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 特别知道大家想什么的人 他演什么真的是很有想法 而且感觉极为到尾 再加上我们拍 那个从雨全世界路过的时候 我们俩有大把时间去聊天 然后就聊得比较深 就是等拍的时候 那片雨戏 他那个从雨底跑过来 拍了十二条 我就说 我说你这个味儿 跟那个群众演员 那个受的苦是一样的 对呀 你再大的味儿 你遭到罪 还是跟群众演员一样 对对对 真的 因为他有这么敬意 一定的 所以我觉得人家这些 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 一定是一步步过来的 非常苦 其实演员挺苦的 我首先这个就很苦 但是我觉得坚持你的兴趣爱好 这个一直要坚持 我现在也在坚持 还在坚持 没错 刚刚跟廖老师聊了这么多 我觉得几点感受 一方面廖老师 首先非常的敬业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 跟我们老百姓常说 就是心直口快 可能是比较直的一个人 是吧 那这样吧 这个你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们 他们就喜欢 爱跟这个比较直的人打交道 他们就爱听这个中言逆耳 这样您也评价评价 我们现场这么多 年轻的相声演员 他们也想将来 不光说相声演演影视剧 您看他们的气质方面 哪个能跟邓超 稍微能接近一点 好 我们走吧 我们不配 小孙还真有点 谢谢你 邓超 谢谢 我行 不是 要说形象的话 这就是我们 你们知道的才华 谢谢 还有他那个一笑 我就跟着你快乐的脸 哎